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CN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歐洲 我光那個排氣回家 C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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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要試駕的車型是Lamborghini Urus 那我想如果你夠設置看久 或是稍微了解我的應該知道 我們不太試超跑 我有幾個超跑的朋友 常常在講說他們不看汽車媒體 因為他們覺得汽車媒體不懂這些超跑 他們也覺得汽車媒體 一日試車不會去試到這一類車型的精髓 我為了這個 我今天試這台車 我前一天還去找了我朋友 它正好又有一台這個 但是它有很多地方配備是不一樣的 說到配備先跟大家講一下 加碼目前最選配的價錢 它並沒有公佈 並沒有公開 所以假設你對這台車有興趣的話 可能你要直接去展示間 跟業代直接詢問價錢 第二個部分就是交車日期 今年沒有車了 你現在去展示間訂車 也要明年才能夠交車了 那我們今天試駕這台 就是售價接近台幣1000萬 你給他1000萬 他只找你幾千塊 999萬8900 只還你1100塊的 Lamborghini Urus 我們來看它的外型喔 首先第一個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看到它的實車 我第一次看到它實車是我朋友來接我 我說我過兩天要試這台車 你稍微讓我了解一下 那這台車喔 你看照片和看影片和看實車 它的實車真的看起來會比較大台一點 也因為這樣 因為畢竟它的軸距三米 接近三米 車長超過五米 所以說它的整個車身的比例和尺碼 會比你想像的要來大 今天我們介紹了所有外觀內裝 包含了底盤 包含了一些顏色的搭配 有很多是要選配的 但是選配價格我們並沒有 在車頭部分有個地方就是在場規下面 我朋友那台就沒有了 這個圓圓的 它就是一些主動駕駛輔助的一些科技 如果你沒有選這個的話 它變成是一個蓋子 那這個圓圓的下面這邊 另外還有一個鏡頭 這一個就是它的夜視功能 那我們看它整個車頭 其實Lamborghini在不管是跑車 或是我們今天介紹的Uros 它有很多六角造型的元素 在車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頭燈當然是全也容易低的 另外在車側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輪圈你就要做選擇了 因為它裡面的卡鉗 第一個前面你看到沒有 這跟我們以前長期試駕 那台保時捷 凱燕TOPO S的卡鉗 是一模一樣的 實活塞 是正幅動蝶 所謂正幅動蝶怎麼看 第一個 裡面有鐵片 然後這邊有螺絲 看到沒有 第二個就是陶磁煞車 第三個可以看到 它的卡鉗上面告訴你 它是碳纖維的來臨片 這個煞車系統非常的讚 而且很多人會以為 陶磁煞車需要預熱 其實以市售版來說不用 在賽車場大概要半圈 你要預熱個半圈之後 煞車會比較有一點點效果 剛出去的時候是沒煞車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一般道路行駛的 浮動碟逃煞的話 基本上你出去踩一兩下 它就有煞車了 而且它的煞車效果 會超乎你想像的完美 然後在車側你會看到就是 第一個它的車身的比例 它刻意的把輪胎 向車身的四周去做外擴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門板的面積非常的大 車身高度因為流線造型的關係 所以它的整個車身高度 尤其在逼住之後 比較做低趴的一些傾斜的造型 從車窗最前面到最後面的比例 你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就是它為了要創造流線造型 所以它會有一些 包含了車身線條 非常剛硬的線條 以及車門的感應要只是四個門的 然後在後置鏡 整合了LED的方向燈 我再講一下它的技術規格 首先第一個 全調系統前後都是多連桿 而且它有電子避震器 加上主動式的氣壓懸吊 氣壓懸吊在這類車型上 它要求的其實不再是舒適性 而是攸關到操控 因為我們知道氣壓懸吊 取代了圈狀彈簧之後 當你今天在高速過彎 又或者是你需要比較好的側向 抓地性能的時候 這個時候氣壓懸吊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彈簧畢竟它圈狀彈簧 它有一個承受的極限 可是氣壓懸吊 它可以做的變化就會比較多一點 你看它因為畢竟是SUV 所以它還是有些應付 一些小石頭的防刮材質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它的防刮材質質感 畢竟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你看它質感就不一樣了 一樣是黑色的 但是它看起來就是比較有質感 然後其他地方 它還是有一些鏡面烤漆 加上一些霧面的塑料的烤漆 空氣氣穴的部分 你看它這個尾翼其實並沒有做得很誇張 但是它還是考量到空氣氣穴 包含了整個後尾箱延伸出來 這個小尾翼這個是貼上去的 這個是另外再加上去的 所以你看它整個輪弧也好 包含了整個車身 它除了創造造型之外 創造線條之外 還考量到空氣氣穴 尾燈當然也是全有LED的 然後它的燈具的比例 不管是車頭的車尾 它的比例和它整個車尾 車頭的佔比來說 它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們接著介紹它的動力 這顆引擎其實來自集團共享的一具4.0.8 其實WROS它有很多東西都來自同集團 也因為這樣子 它的車價才可以壓低到1000萬以下 如果說今天每一樣東西包含了引擎 甚至最重要的底盤 包含了整個結構 很多東西包含內裝 現在很多數位的一些儀表和科技 這些東西如果是全部Lamborghini自己研發的話 這台車不可能賣這個價錢 這具4.0V8引擎來自於Audi 在Audi的車上你也可以看到這具引擎 之前保時捷那具4.8V8已經退役了 那顆引擎就是保時捷做的 可是那顆引擎已經退役了 現在新的保時捷也會是這具4.0V8 甚至包含Audi未來其他車型也會是 但是交到Lamborghini手上之後 它的馬力和Audi就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最大馬力650匹 在6000轉會產生馬力容積比 1公升可以榨出162.7匹 最大扭力850牛頓米 最大轉速6800轉 它的扭力峰值在2250轉到4500轉都可以產生 它的驅動方式是四輪傳動 而且是全時 當今天正常的情況下 前面40後面60 最大後面可以到87 前面變成只有13 這個會隨著路況 隨著你油門的深度 隨著速度而做改變 搭配的變速箱是巴素的首次排變速箱 它的油耗數據每行駛100公里 需要用到12.7公升的汽油 吸油度的排放量1公里是325克 接著你只要鑰匙戴在身上 其實它有腳踢感應的尾門 打開關起來都可以用腳踢感應 打開之後你會看到它有一個配件 這個配件目前原廠還沒有開放 它的功能是什麼 當你今天按的這個拉桿 它可以往前往外滑 方便你把一些重物放上去之後 再推進去 但是這個配件目前原廠還沒有開放選配 它可以承受的重量 在正中間的時候250公斤 旁邊是200公斤 在杖板下方我們現在沒辦法打開 因為你打開你要把這個套件要拆掉才可以打開 裡面還有一個備胎 這個備胎要選配的 正常的話是打氣機和補胎機 然後上方 你看它連後面這個 痴密的隔板 它都要用起皮加車縫線 這個一般車廠不會去在意的材質的部分 蘭柏基尼都注意到了 它不要讓整個車上每一個零件 尤其是在內裝 每一個零件每一個套件看起來太陽春 所以你看它連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的質感摸起來好舒服 其實下容器在沒有倒平的情況下 達到616公升 因為它是氣壓懸吊 所以在左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後懸吊升起 一個是後懸吊下降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掛鉤 你看它開啟車門 這個是一般蘭柏基尼索沒辦法做到的 在UROS上面呢 這是它有價值的地方 也是我朋友 買了這台車之後 每天都要開這台車 其他車它都不開了 你看它進出的空間 以它的車身流線的造型 以它的品牌來說 有這樣子奢侈的進出空間是很難得的 也難怪它會賣那麼好 剛才已備424條枕 這個是2 然後這邊有扶手 扶手打開當然會有杯架 兩個 你看它整個座椅的材質 它的這種皮質的展現 雖然這個顏色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這個皮質的展現 就很像一個高級的牛皮沙發一樣 它不會像有些車型它的皮 就是你大概摸起來它會比較軟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的紮實 可是你看它包含了透氣皮 整個真皮包覆的座椅 然後西部空間 好棒耶 兩個拳頭 頭部空間其實 大概兩三個指頭 但是其實都OK了 因為畢竟以這個品牌來說 在B速之後有這樣子的空間表現 它是第一台 而且買了這個車子的消費者 據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他們幾個車友在聚會在聊的時候 就是說它真的是一台 就是因為這個實用性 讓所有人買了這台 買了Rules之後 他就不會再想要去開別的車子 因為它還是可以兼顧到 SUV該有的 甚至包含超跑該有的性能 然後一個很重要就是 當今天朋友有第三個人 要坐你的車子的時候 後座的空間 這個部分就是它價值所在的地方 然後後方一樣有雙軀的恒溫空調 而且可以獨立的調整它的風量 整個門板的設計 有一些木紋的 然後一些類金屬的材質 你看包含它這個開門的把手 都電子式的 你只要輕輕撥一下 它就釋放了 然後就可以開門 它很多細節是 因為畢竟它的車架的關係 所以它很多細節 你在一般的車型上 甚至在三四百萬的SUV上面 都看不到 因為它價格達到一千萬 所以你看它很多細節的處理上 確實是有花一些功夫 用了大量很奢侈的材質 去堆疊出它的車架 接著坐進它非常富戰鬥機器的內裝 其實藍波克林在內裝的營造上 向來都是如此 可是你從氣部看 當然也看到它有一些硬體 包含了一些面板 是來自於同集團 像這個三面板 你也知道這是來自哪一台車 其實 奧迪現在也都是這種三面板 你看它整個內裝 很多六角形 無所不在的六角形 全部在這台車上 到處包含冷氣出風口都是 然後在被動安全的部分 是六個氣囊 標配六個 另外可以做選配 然後主動安全 因為這台車有選配輔助駕駛 所以你會看到 電子手下車右邊 這邊有一個車輛的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按下去之後 就可以啟動它的一些輔助駕駛 我們來啟動它的引擎 就發動引擎 現在是一般嘛對不對 我們把它撥到COSA 有沒有 閥門就打開了 總共有1 2 3 4 6 7個模式 包含一個自訂模式 自訂模式在右邊 EGO這個自訂模式 有一些傳輸的方式 包含了循環系統開關 包含了你如果要雪地模式 一般模式 Sport模式都可以透過這邊 這個底盤的符號這邊按鈕 然後方向盤 也可以做調整 分三個 輕的 然後中間的 以及運動化的 避震器當然也可以 因為它有電子避震器 變速箱的撥桿在這裡 這個變速箱撥桿 你會發現它沒有D檔 它的D檔 當你今天在P檔的時候 只要按下 換檔撥片右邊這個加 它就自動掉到D檔 那你要回到P檔的時候 按了這個按鈕就回到P檔 那這個時候你會說 我要手排模式組合 旁邊有個M M按下去就是 然後R檔的話是 這個大撥桿往後撥 就會出現R檔 然後後面這個面板 電子手搭車 Auto Hold 然後它有選配了 360度的環景攝影 旁邊還有兩個空拍鍵 扶手裡面有QI無線充電 還有前後單獨兩邊的華儀 全部數位的儀表 上面這個導航圖字的儀表 內建的系統在左邊 還有Home鍵 而且它是繁體中文 你看連它都繁體中文了 為什麼Skoda還是英文 它還沒有繁體中文 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一些功能 這些功能其實大同小異 大家都差不多 另外具備了手機連結的功能 就是Apple CarPlay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排的按鈕 循跡系統的開關 然後前後窗戶的儲物 然後在下面這個面板 主要就是空調 然後你可以去設定一些 包含了陡坡緩降 停車起火的快捷鍵 然後一個很重要就是 它的音量的大小聲 還是傳統式的旋鈕 這個很棒 不要在這邊很無聊的 手自操作或是要去按 因為你去按就會分心 正前面這個數位儀表 其實它和一般的 Volkswagen Audi車系很類似 但是因為它是 Lamborghini另外在設計的軟體 所以它裡面顯示的方式 會有很多的不同 旅程電腦 運動化的顯示器 單圈計時 單圈統計 還有縮小顯示 都可以在這邊做單獨的設定 然後你往左右撥的話 就是大向的 第一個就是左邊 會有一些告訴你 方向盤 傳輸方式 避震器的目前的設定狀況 如果說你按下面 下面這邊有個VIEW 按下去之後 它是顯示右邊的 那你在切換每一個細項的時候 它右邊顯示會不一樣 包含了胎壓的偵測 包含動力輸出 包含了水平的顯示 它的顯示方式很多 但是都是透過方向盤左邊 來做一些複雜的設定 右邊的話就比較簡單了 音量大小聲 藍牙電話的接聽 和掛斷電話 然後方向盤後方有換檔撥片 方向盤的造型 第一個當然是真皮的 第二個 非真圓 下面是平板的 它的跟車系統 並不是整個在方向盤上面按鍵 而是在左下角 方向盤下面 然後它有定速和限速 以及你可以設定 五段式的跟車距離的調整 兩張座椅都有電動椅 然後都有兩組的記憶裝置 另外它還有非常好用的電動椅 它的按摩的力道和強度 以這類車型來說 算是非常奢侈的一個配備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個觸控螢幕 去設定 你要波浪的拍打的伸展 然後強度也可以做設定 它的座椅調整有部分是六項 大概八項吧 是在傳統的調整座椅的地方 你如果調整比較細部的 包含了大腿的延伸 包含了腰靠的夾頸 你就要進去這個系統裡面 去做調整 它告訴你 它包含了兩側大腿的夾頸 腰部的夾頸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大腿的支撐延伸 它可以延伸很多 任何人都可以調到 很棒的一個座椅 而且你可以幫副駕 順便去做調整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般正常的模式 方向盤我現在調到是最舒適的 最輕的 因為現在這種電子輔助 它可以調整的論距就變比較廣 變比較廣比較好 最早期的那些性能車 都不能調整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開起來硬邦邦的 然後冷氣不冷 然後方向盤又重 開起來非常痛苦 然後你的另一半就不會想要去開這種車 可是現在你看Woolhouse 你讓女生開 所有調整到一般模式 方向盤調輕一點的話 其實開起來是很輕鬆 你大概要注意一個就是 它的A柱 兩邊的A柱因為比較厚 所以它的視野的視角 加上你的座姿稍微低一點的話 在低速行駛的時候 它的左右轉向的視野視角稍微多了一點 但是如果速度快起來之後 因為我講很多次了 開車不要看正前面 開車要看遠一點 往遠看的話 其實你很多開車的壓力就會降低 跟賽場上一樣 賽場上要看下一個彎 不要看你前面要過的這個彎 那以這台車來說 我們現在是用一般模式來開 其實就大概99%的駕駛需求 你都可以應付了 除非你今天要把它撥到COSA的模式 儀表板馬上變了 它就告訴你現在的輸出功率 以及右邊告訴你現在的矩子感應 然後伴隨的就是 因為排氣閥門打開 所以不管是換檔或是收油的排壓就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那個排壓的聲音會非常的過癮 我今天本來要找我那個朋友一起來錄鏡 可是他說要不要浮誇 但是他跟我分享了很多 他擁有這台車的心得 他說一車多用 然後這個一車多用的過程 你又可以做很多細部的調整 調整得越複雜 它的車價就越貴 然後一車多用呢 所以他買了這台車之後 他就不會去開他以前的那些超跑 就是開這一台 就像我剛在丈量後座空間講的 當今天要第三個人要坐進你車內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這台車它的價值在哪裡 可是你一個人的駕駛 它又不會讓你覺得很無聊 你今天就算買到一些其他歐洲品牌 性能SUV的至尊車型 可能都做不到這樣子的水準 你可能會覺得22寸的輪胎在這種路面 尤其我們現在在冰海公路 冰海公路路況向來都不好 因為這邊大貨車比較多 所以路面的坑洞很多 而且路面的起伏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因為氣壓懸吊 完全感受不到一點點 很不舒適不規則的彈跳 這個在22寸的輪圈上面 可以做這樣的底盤反應和表現很難得 一般的避震器不可能有這樣的強度 很多人會懼怕 那包含了我之前在試 長期試駕凱研TOPO S的時候 很多人坐我的車 他就說我來開看看 然後一上車第一天就問我 這個煞車要不要預熱 我說不用 煞車會不會很難踩 會不會太靈 我說不會 我覺得它的煞車和 我之前那台試駕的車款的煞車 整個線性的踩踏很接近 整個開起來的感覺很像 甚至包含了引擎排氣的聲浪 只差了一個方向盤的輔助 它的Lange調整沒有那麼大 可是連整個操架的過程 的感受都非常像 加速的過程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是換檔 它的變速箱換檔 那個後面踹你一腳的感受 比較強烈一點 保持節也是巴速 可是它的巴速 就算你今天播到Sport Plus的模式 它的換檔的整個運作沒有那麼的強烈 可是物肉池有 引擎的動力要做到多大 其實現在很多車廠都做得到 但是底盤的反應要做到這麼的兩者兼顧 舒適可以兼顧 然後再操控 尤其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其實不用快 像我們現在這個彎 大概通常一般車子50過去 可能都已經開始有點側起很嚴重 可是你看這台車 它在過彎的穩定性 那個水平 尤其是整個車身的動態 還是保持著水平的重度 這個是 你懸吊的強度要很夠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難怪這台車會買很好 如果你對這台車有興趣 現在訂車 明年可以交車 可能可以交車 它是一台玩樂性 使用性很高的一台車款 而且你不能拿它跟 我們講X5M 我們講Gio 163 那一輛車開起來 大概只有一個地方很像 排氣管聲浪很像 可是其他很多細節的地方 包含了質感 包含了顯示方式 包含你整個開起來 你轉一個彎就好了 你在冰海公路隨便轉個彎 它帶給你的樂趣和感受 以及所有的底盤電子配備的 可變 可塑性 這台車它給你的東西是比較多的 你的 Juli 最重要 sizes 而決一個機會 譬如卡 說 說 說 不創